再次的歡迎各位來賓 歷臨台電大樓人為一郎 共同參與由史前博物館 與台電大樓共同合作 台灣電力公司共同合作的 御建台灣點亮國寶特展的開幕典禮 台灣運營其中含有特殊的落鐵礦 而為台灣獨有 尤其以史前博物館所點藏的 五件國寶的玉器 是我們能夠欣賞到 史前的玉器的工藝精湛之美 這一次非常難得 有機會來到了台北的台電大樓 與台灣電力公司合作 相信能夠藉由這種管制合作 讓更多的民眾認識 我們台灣第一批出土的 鍋霸及文物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致詞 首先我們要歡迎 台電公司朱文成總經理 來為我們致詞 歡迎朱總經理 首先謝謝大家 力臨台灣電力公司總處 這邊能夠到這邊來參加這個盛會 當然今天我們非常榮幸 邀請到文化部許參事力臨 還有跟我們一起合作的 就是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也謝謝張館長 當然這個叫做遇見台灣點亮國寶 也就是台灣史前玉器特展 這個揭幕典禮 在這邊舉行 我們台電公司能夠作為一個主辦人 也是非常的高興 那我們台電公司成立70年 明年就是70週年慶 那我們一直以來 一直是靜靜夜夜的 是為台灣點亮光明 而且穩健踏實的基礎上 努力關懷人穩 成為顧客信賴 還有社會支持的一個企業 這次特展讓我們台電 能夠邀請民眾走進台電大樓 了解台電不一樣的另外一個面貌 也使得我們台電有得更豐富的意涵 還有企業的生命力 這次特展是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第一次 與國營事業第一次的合作 我們也很榮幸有這個第一次的機會 據了解 這個擁有台灣花東地區 也所發掘的台灣特有的玉器有五件 經過文化部審定成為是台灣國寶 這些國寶造型優美 製作技術精良 其實數量非常稀少 非常珍貴 因此充分展現台灣史前人類 高超的治癒工業 和台灣原住民的特殊風格 我們很榮幸台電這次有這樣的機會跟史前文化博物館合作 推廣文化教育 也感謝張館長給我們這個機會 當然我們這個大廳辦過很多的展覽 這次也是繼我們跟故宮合作叫做故宮國寶亮起來的特展 另外一次國寶級的文物展 讓我們大頭也增添了很多的人文氣息 也讓我們這個往來經過的台北市民多一處文化的佳境 那更讓台北市民有更多的機會了解台灣史前的文化 感受史前人的生活的這個特性 當然為了擴大這次特展的教育意義 那史前館特別規劃了兩場這個悲難浴室的DIY活動 歡迎各位帶領家人一起親子同樂 這個活動蠻特別的 歡迎大家參加 另外也有舉辦四場專題演講 題目分別是台灣史前玉器的傳播 台灣的寶石礦物 台灣史前的文化和玉器 史前玉器還有現在的文創 歡迎各位一起來了解台灣史前的文化 還有台灣玉器之美 當然我們這次也有特別邀請 我們附近的小學 我們請校長來這個歷領 主要就是我們希望有這種機會 能夠給擴大一些效果 讓我們的國民教育 能夠多一些這個 我們對台電 對這個國民教育有一些貢獻 所以這個謝謝校長的歷領 也希望你們帶領學生 親子的活動 能夠到這個參觀 謝謝大家的歷領 再一次祝福各位 也祝福這一次的特展成功 謝謝大家 接下來當然就是我們時間玩的大家長 這個張善男館長為我們致辭 歡迎館長 那也要特別幫私以補充介紹 漢森電台的李基敏主持人有到嗎 大家特別謝謝妳 謝謝 歡迎您 對 那所有的貴編部一一稱呼 首先要感謝台灣電力公司 你們不但點亮台灣 現在是點亮台灣本土出土的國寶 在這個機會也要特別感謝 我們副館長的好同學 曾經當過董事長特助的 陳來敬陳處長 謝謝 感謝 感謝台電所有的同仁 也感謝這一場盛會 讓我碰到以前的老朋友 蘇慧群蘇處長 要不然都是在臉書上看到而已 那其實也要感謝各界對台灣 史詢文化博物館的支持 這樣的一個特展啊 我們希望只是一個開始 是博企合作 國立博物館跟企業界 今天是跟台電合作 那事實上上個星期 我們是跟中友合作 他贊助偏鄉小朋友到 國立史詢文化博物館來參訪 那8月21日我們跟中華郵政合作了 他們要幫我們出一套 五件國寶的郵票 那當然特別感謝 在座所有的好朋友 對史詢館的支持 希望上個月的特展期間呢 你們可以帶你的好朋友 帶你的家人啊 來感受一下 從台灣的義區啊 了解台灣的史詢文化 是多麼的豐富 多麼的遠遠流長 等一下我稍微會跟各位說明 好再次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館長 那今天我們很難得的一個機會喔 方文山先生呢 今天來到了現場 那我們也歡迎方文山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歡迎方文山製作人 就很感謝館長邀請 然後因為館長把有邀請我說一起參與 因為館長很喜歡千年之戀這首歌 他覺得那個玉器的發掘是千年以前 然後他相信裡面一定有個動人的愛情 只是因為可能籌備來不及吧 然後可能就放棄了這個構想 不過館長還是很熱情於史詢文化的推廣 然後就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真正史詢的台灣 然後很榮幸來這邊分享 謝謝 好 謝謝方文山先生 我們接下來要進行正式的節目儀式 遇見台灣點亮國寶揭幕儀式 最後呢我們這個要請到史前博物館的館長 張館長來為我們進行一個演講 主題是千年之戀 台灣史前玉器的前世今生 歡迎館長 那個文山兄 那個千年之戀啊 我們並沒有放棄製作 因為我們跟中華郵政的郵票發行是8月21號 我們正在物色男女主角當中 各位看一下 這是玉毛跟玉簇 它使用的時候呢 是從下面那個洞啊 用繩子 假如繫著一個長餅長棍啊 它就變成非常銳利的矛頭 短一點的也一樣 用繩子綁在箭上面啊 它就變成一個箭簇 那各位會不會好奇 這些玉毛異處 在埋進泥土 埋進石板關之前 在他的主人手上射出去過幾次 有沒有曾經停留在敵人的胸膛裡面 就像我們南科大湖文化區 有一個南關的主人 他埋葬的時候 胸腔裡面是一個玉毛的 或者這個玉毛 曾經跟著主人 捕獲過多少的山豬 野鹿 或者山羌 或者他的主人家 有沒有因為使用這個 玉毛異處的英勇 狩獵司機啊 變成臨村少尼 愛慕的對象 每一件文物啊 都有可能它的故事 那剛才是我們 史前文化博物館 四萬多間的館場的六間 這是另外二十四間 我們總共 接近五萬間的館場裡面呢 考古學有三萬多間 玉器有三千五百多間 南科館有八千多間 那其實史前史之所以被稱為史前史 就是因為它沒有文字 都要讓文物來說故事 那史前館的文物啊 可以說多少的故事呢 事實上 每一件文物啊 都可能告訴我們 族群的遷徙 族群的興衰 也可能告訴我們 部落之間的競爭合作 當然也可能告訴我們 使用它的人們的愛恨情仇 而史前博物館啊 就是典藏 那麼多可以幫先人 說故事文物的一個地方 它在 編南火車站開箭的時候呢 發掘大量的移植 有人倡議 要成立 我博物館來保護它 所以呢 它在十年之內呢 利用編南文化公園啊 籌設 到達民國九十一年 才現在開館 然後民國九十八年 南科 因為那個廠房的興建 發現很多的文物 所以呢也變成 另外我們一項任務 那史前館的展廳啊 可以超乎各位的想像 有機會 歡迎各位多來 我們這裡啊 從台灣島的紳士 到最後冰河 實體的哺乳類動物 怎麼到台灣 來大量的遷徙啊 都有啊 現在我想 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幾件國寶 在所有的文物進去之前啊 它不是擺得好好的 它是有考古同仁 進去挖掘探坑 從遠照到近照 到紀錄 到攝影 到數位化 到典藏入庫 才會有今天的展示 不管是在台電大陸展示 或史前館的展示 那這邊我想用五件古堡 來跟各位說明 這是一百五十二顆 不到接近零點五公分的 小林串 串結起來的 這樣的一個一林串啊 是在女性關主的 頭邊發生的 所以它是頭屍 這樣的一林串 在全台灣 大概十幅左右 九幅就在 邊南移植發現 有一幅是在墾丁移植 這個九幅裡面呢 只有三幅 超過一百顆 這是顆數最多的 那其中有一個女性關主啊 她是戴頭飾 她是戴兩圈的 各位想像 這麼玲瓏 剔透的 玉林串啊 戴在一個 少女或婦女的頭頂上 兩圈啊 還真的不管是躺著 已經死去或站著的 活的 都是美麗啊 非常的美麗 另外 常常跟一串一起出土的 是這個 我們叫喇叭型壁環 各位看看 這個也是台灣 特有的一個壁環 全島大概 有九件 六件呢 是在北南移植 另外一件 在尹的 大平頂移植 另外一件在南科 北山社移植 是殘劍 它的特色呢 是 戴在手臂上 你關主喔 上面這個 這叫肉環啊 非常的高 下面的群聚啊 也非常的寬 轉彎的地方呢 是非常的圓潤柔和的 所以呢 它被選為國寶 那剛才的玉林串 跟這個喇叭型壁環啊 都是女性關主戴的 我們不禁好奇 是什麼樣的少女 什麼樣的婦女 在那個年代 可以戴這樣的漂亮的浴室 是富士 家裡富有的少女嗎 還是英雄頭目的這個太太 還是只是可能 她有一個男朋友 一工匠 這是愛情的信物 結果她的男朋友 隨著海上玉路啊 到南海啊 去做玉 沒有回來 這個 玉器 就隨著這個少女呢 埋在可能下一個城市 才會發現的泥土裡面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事實上 這個是史前史啊 美妙的地方 它沒有文字記載 每一個文物呢 都可能蕴含著非常美麗動人的故事 內徑是五點多公分 在這裡也要特別感謝啊 這個洪佑保持企業公司的那個 鄭董事長啊 他已經答應啊 要幫我們用真的玉 製作附件 這五件附件裡面呢 鄭董事長特別承認 只有現在我們要介紹的浴館啊 他沒辦法做 這個浴館呢 也可能是鞭南遺址的特色 全史前館 三千多個浴器裡面呢 浴館就占掉一半 那全台灣的浴館啊 其他地方都是零星的 中國大陸有也是零星的 一般來講啊 12公分到7公分 這不是場館啊 這個浴館呢 他也是戴起來的 用串起來戴在胸前的 2公分到6公分就是中管 小管座也非常漂亮 但是呢 這一組啊是29公分 所以可能已經不是戴的了 而是一種象徵意義 這個一象徵啊 讓我們現在的義工義師啊 嘆為觀止 就是沒辦法 怎麼穿動做出來 第四件國寶 我們說人壽型義絕 各位詳細看一下 他當然 他是非常翠麗通透的玉子 然後他雕道啊 兩個人扛一頭野獸 這個野獸 一般來講就是 兩人合作 把獵物獵回來 所以是豐收 很單純的 一般人會這樣想 但是大家想一想 被捕到的獵物啊 他假如是獵物啊 不是垂頭上肌 就是奄奄一息嘛 被獵回來了 怎麼可能像 這個人獸僅義絕的 你看 他是昂首頭抬起來的 張嘴 嘴巴是張開的 背是拱起來的 翹圍 所以 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動物啊 恐怕不是獵物啊 恐怕是吉祥物啊 就是一般的瑞獸 但是特別的地方是 中國大陸的玉佩 玉蟲 他也有瑞獸啊 他們是想像的 龍啊 鳳啊 麒麟啊 都是抽象 想像的瑞獸 但是我們台灣的 北南遺址 出土的人獸型的獸啊 是具體的 具象的 非常有意思 那我特別喜歡 請朋友看他 手 腳 尤其兩個人 兩隻腳 他們的雙膝 雙腳的彎度啊 真的是感覺他們可以 正在走路 正在跳躍的感覺 他的線條 雕工 非常的簡單 但是典雅 真是有點神秘感 對我來講 這個在全台就多了 總共有30件左右 那在北南遺址呢 大概有七八件 在其他地方也有 宜蘭的晚山遺址 北部的治山岩遺址 治山行遺址 還有南科遺址 都有發現 但是呢 有時候是單人 有些是雙人 那野獸的形狀也不一樣 只有剛才那一件啊 是非常的特別 讓所有的觀賞 都特別有感受 這個是宜蘭完成 這個是我們在南科啊 我們的研究人員 陳靖南 半年前啊 才發解出來 它是單人 人獸行遺址 這第五件國寶 我們叫蛙行遺址 它真是 我們跟師傅 凹凸有致啊 雖然 看起來玉子沒有那麼通透 因為呢 它有接近0.9公分 不像剛才的那個 人獸行遺址 只有一半的厚度而已 它的 像青蛙的眼睛 是凸出來的 兩隻腳也是凸出來的 凹下去的地方一樣 兩眼之間是凹的 兩膝之間也是凹的 那屁股也凹的 那另外一頭呢 它有一個 可以吊飾的前凸 比較寬 裡面比較窄 可以吊飾 這是花蓮的岩鳥遺址發現的 這樣的玉器啊 讓現代的台灣人更難想像的 剛才那些玉器啊 在考古學的挖掘裡面啊 竟然在菲律賓南部 在泰國的南部 在柬埔塞 在印尼的波羅州啊 也發現台灣玉製造的玉器 那剛才講過的 這個是大概3300年到2300年之間 相當於夏朝末起到整個商朝到周朝 台灣的先住民不但可以治愈 他們甚至把玉工藝啊 已經推廣到南中國海的沿岸了 所以我們剛才才在問啊 欸這個玉器 是不是有一個玉工匠 做好送他女朋友以後 他出海 這個叫海上一路啊 去製作玉工匠了呢 這個在台灣舊湘南 在墾丁發現的 這個是特別在菲律賓 越南發現的 完全是一樣的造型 經過中研院日醫學者的分析啊 它含有的各鐵礦啊 就是台灣的鳳田域 這個也非常清楚啊 這個是我們邊南的玉管珠 這兩個是菲律賓的 這是越南的 這裡的說明啊 就是真的 透過史前文化博物館的文物典藏 尤其玉器啊 可以看出台灣史前文化的豐富多元 跟遠遠流長 那我們希望呢 要更多來這個館 我們不是來教人家 認識史前文化 而是讓人家喜歡來了以後 我們要欲教一樂 讓很多朋友啊 喜歡這個館以後 慢慢的了解史前文化 所以呢 同仁就設計的活動 史前人是很環保的 史前人很喜歡動手操作的 史前人也很喜歡吃的 所以我們就辦市集 這個是二手貨的市集 很環保 這是農特產有機的市集 也非常的符合 現代人的生活需求 辦不夠 然後在後花園繼續辦 這個是我們辦親子野餐啊 中間是你帶你的家人來野餐 旁邊兩側照相沒有秀出來 就是剛才的這些 二手農特產品的市集 那前面呢 有人在那邊調酒唱歌 當然我們也踏著 台東熱氣球的浪潮 現在到史前館來啊 不只可以看物 也可以看熱氣球裡面 這個walk in 最後真正要讓各位 可以感受 台灣史前浴氣的前世今生的大戲啊 是在明年的一個特展 105年我們準備辦一個 遇見台灣史前以交會的特展 我們會介紹從礦物的本質 為什麼是台灣浴 當然我們的本行 更要讓大眾知道 此前台灣裔的發展 更在島內以及海外的流通 第三個 我們要結合現代的裔工裔 把裔工裔再恢復回來 所以我們非常高興 有吳宣明吳社長 邱社長 鄭董事長 還有鄭董經理 這些裔器業者的參與 我們希望明年這個 探討台灣裔前世今生的大戲啊 可以在各位在座好朋友的支持之下呢 再次的電放台灣裔的光芒 讓更多的了解台灣豐富多元的史前文化 謝謝各位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讓現場的來賓們呢 能夠一同啊 跟著我們這個史前博物館的助理研究員 黃國恩先生呢 來為大家做導覽 國寶主要有五件 那第一個就是所謂的人獸型玉絕 第二個是菱形玉串室 第三個喇叭型玉環 第四個玉管 第五個挖型玉室 那前面的四件呢 是屬於貝南遺址出土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古物 那那個時間大概就是貝南文化的時間 大概三千五到兩千三百年前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好 那我先從人獸型玉絕來開始介紹起 那人獸型玉絕是一個 我們史前館的一個logo 就是用這個人獸型玉絕來做為一個它的標誌 那它的形狀就是兩個人 站在一起並立 然後這個頭上呢 有一個像是雲豹一樣的一個野獸 在牠們的頭頂 那人獸型玉絕在台灣的出現呢 不只這一件 當然在貝南遺址 還有其他的遺址 也都有出現人獸型玉絕的這個形象 但是 所有的人獸型玉絕裡面呢 就以這一件做得最漂亮 而且牠的玉材是最精彩的 那所以我們把它選為國寶 是蠻值得一看的一件東西 第二個這個菱形玉串式 那菱形玉串式呢 就是這個我們俗稱叫小玉玲 那這一件國寶呢 是有152顆的玉器 它是串成的 那牠其實非常的小 牠一顆的玉林非常小 牠一顆玉林呢 大概比一顆綠豆還要小 那牠做成有點像水滴狀 就是非常小 然後上面呢 還把它磨平 磨平的地方呢 還鑽了一個非常小的洞 那個小洞當然就是來串繩子 就是串那個細線來用的 那這152顆呢 就把它串在一起 那牠出現的地方呢 都在石板關裡面 在石者的頭部的位置 也就是頭頂的這樣一個位置 所以牠是作為頭式 頭頂的裝飾 而且是屬於培葬品 那這152顆呢 玉質都非常的好 而且牠的顆數是最多的 那其他的菱形玉串式呢 就沒有那麼多顆組成 那其實菱形玉串式 或者是小玉林 在台灣其實也非常的少 應該屬於個位數 非常的少 那這一件是 顆數最多也是最精緻的 所以牠被選為國寶 第三個呢 就所謂喇叭型玉環 那既然叫喇叭型玉環 意思也就是說 它的有一個 像喇叭口這樣的一個形狀 那在台灣的喇叭型玉環呢 也不只一件 但是也是以這一件為最精彩 那整個喇叭型玉環的數量 全台灣的數量也是不多的 也是非常的少 但是這一件喇叭型玉環是最精彩的 它選的玉質是最好的 而且它整個喇叭口的這個形狀呢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弧形 所以它被我們選為國寶 那喇叭型玉環也是比較少見的 就是它是一個立體的一個造型的一個浴室 那它不像說其他的這個浴器 都屬於平面型的 那這件是立體型的浴室 算是比較難得的 第四件呢 我們叫浴管 那浴管的話也是 就是從這個貝南遺址的石板關出現了一個陪葬品 那這件浴管呢 長度有29公分長 然後它是一組五件 所以它一次出土了就是五支這個浴管 在石板關裡面一次出現五支 在其他的石板關的陪葬裡面也會出現浴管 但是這一組裡面五支是最長的 而且這五支都是一樣的長度 它的口徑也是一樣的 所以非常特別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其他地方出現的這個浴管 其實也都是一組五支 那這也是浴管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都是五支一組出現的 那這一件被選為國寶呢 也就是說著重在這個浴管 它的製作技術 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一種製作技術 因為在29公分以台灣浴製的這樣的一個浴管 你要把它著通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叫做管 管的意思就是中間是相通的 那以現代的浴匠來講 你要它製作一個一模一樣 用台灣浴做一模一樣的這樣的浴管 現代的浴匠都會認為那是幾乎是非常非常困難 做不出來的事情 那史前人是怎麼做到的 所以這也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一件呢 我們就把它選為這個國寶 第五件我們叫蛙形浴室 這件國寶呢 比較不一樣的是它不是被難遺址出來的 它是從花蓮的這個岩寮遺址出土的 那它的造型很特別 它的外型看起來就像一隻青蛙的一個造型 有兩個好像有兩個大眼睛 跟一雙這個感覺很有力的後腿 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件蛙形浴室在花蓮的岩寮遺址出土 它被選為國寶其中一個很特別的原因就是 它是目前為止全台灣就這麼一件東西 就是你幾乎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第二件 它就是全台灣就這麼一件 成為蛙形浴室的這樣的一個浴室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說它也不是陪葬品 它是一般在生活層出土的 它應該也是一種裝飾品 然後作為一個在這個一般的生活層中被我們發現 那這件真的就是蠻特別 造型很特別 然後這個也只有這麼一件 那在其他遺址也從來沒有看過 那它的即使是類似的造型 你帶其他遺址都看不到 所以這件是非常特別的一件 玉器所以我們把它選為這個國寶這樣 那這個大概就是五件國寶的一個介紹